共來海洋音樂祭將在暑假登場 每年除了邀請大咖歌手登台現唱以外 也有歌迷專程是衝著獨立樂團而來 不過這些獨立樂團要登上海洋音樂祭 可以說是相當的不容易 他們必須經過多次的比賽選拔 才有展露頭角的機會 樂團在台上唱得奔放 台下觀眾也聽得好陶醉 不過他們內心都超級緊張 因為贏了這場比賽 才有機會登上共聊海洋音樂祭的大舞台 最主要還是要看所有的樂手們的默契 然後他的現場的一個演出的實力 跟他的所有的詞曲的創作的精準度的拿捏 這一些在現場演出的時候 是最直接可以看得到 不是在demo的時候 可以去透過一些電腦後製 所做一些處理 所做一些動作 所可以掩蓋得掉的這樣子 對獨立樂團而言 海洋獨立音樂大賞 是一個有榮譽指標的比賽 目前現場歌手 包括盧廣仲 張璇 陳啟貞 都是在這場比賽中斬落頭角 也因為他的原創精神和獨特性 海洋音樂大賞才能進入第15個年頭 第一當然是歌要寫得好 就包含歌詞然後音樂本身 在太陽花璇雲時期一炮二紅的滅火器 在2006年曾經進入決賽 如今他們入圍第25屆進取獎最佳樂團 後備新秀五不羨慕 他們也積極用自己的實力 爭取曝光機會 油電TV的約佳妮新北市報導